亨利就要跟他聊 亨利他片集很高 我都要跟他聊聊 我说Ford不能找到 至少他过档给你买布 但他好像不让给你提示 他过档给你买布 没什么搞笑 因为他好像没有拼买费 那你责不责? 我就不责你了 如果不计我对他的看法 以他的欢迎度或者是支持度 他自己独立一个频道 或者是自己一个 好像是一个Patreon 他绝对有市场的 是呀 自己来 是吧 他都在这一行这么久 十几年 由人力那个年代 在萧山那些迷迷 到现在 可能去了毓民那里 然后可能帮你忙 其实他自己也很有经验 绝对有能力 是呀 始终现在 应该是自己的频道 走势会多的 自己搞定了 说了事 是吧 整部设计有几个困难 是吧 那就是你的网友支持你 又OK 是吧 就是不需要和别人合作的 我都觉得 是 不然的话 或者是 你赚这么多钱 他可能是 一万元一集 这样叫亨利做 或者他的价钱高 一个图结 这样扔出来 没有人说的 是吧 就是都可以去 在这一方面看一看 是 那就不知道了 那我都要和亨利说 就是 那我又说你先拿轮流 减少一些 减少一些那个 的集数 或者是10月内 大家什么时候会 会有声会告别 还是怎样的 那我认识的香港政府 我认识的香港政府